村長騎著機車穿越狹窄又顛簸的道路 還得時時注意眼前的龐然大物 一個不小心可能直接撞上 建商他故意把它挖掉 不讓裡面的人走 這條道路被當地的建商 放上了長寬高各一公尺的水泥磚 一次還擺了四個 再加上原本的施工圍籬 六公尺寬的道路 瞬間只剩下1.5公尺 汽車根本無法出入 因為他短擋路以後 我的人鹽材料 所有的都沒辦法進出 那個那些包商要跟我求場 農田的進出的東西 對農作物 從今年5月開始 民眾無法正常進出 氣得向警方報案 苗栗縣警局開出了1200元的罰單 上頭寫著現有巷道堆放障礙物 致使公眾無法通行 要求移開這些水泥磚不成 投屋鄉公所強制遷移之後 沒多久建商又搬回來 這條道路建商要拿來蓋別墅 強調是有建造的合法建地 也已經留下1.5公尺的寬度 讓民眾通行 但未來全面施工 也有可能整段封閉 內戶人家我有跟他講說 我說你有必要的時候 你可以從我那邊經過 其他的營業場所 那並不在我的153櫃裡面 這條道路後方包含了新建中的農舍 民宅 露營區 短時間之內都可能無法正常通行 目前鄉公所以及韓文地檢署 告發建商擋路 而建商反告公所 強行遷移私人土地上的用具 也向警局申訴罰單 這條道路到底能不能蓋房子 將由法院來判決 但只要一日不解決 車輛就別想進出 記者彭志明 林委志 張志凱 苗栗報導 記者彭志凱